哈喽大家好我是顾巴傻 我在大家看见眼前的画面呢 应该会觉得很奇怪 诶顾巴傻 为什么你突然站起来拍影片啊 因为非常简单 那就是我的腰有点痛 哈哈哈哈 看我的影片只有八九十分钟啊 实际上在拍下来呢 四十分钟时间就没有掉了 所以为了我这个帽子没有腰的腰 喂喂喂 这句话是谁写的啊 为了我的腰着想呢 所以我先暂时站起来拍影片 但是我觉得没有差啦 因为我不管是站着还是坐着 我看起来都是永远十八岁的飞灾 呵呵 好续赛区我聊了 重来吧魔王大人第一季后呢 接下来我终于可以吐槽正题 好好的吐槽 重来吧魔王大人啊 刚才正式吐槽魔王大人啊之前呢 我要先花一些时间向大家解释一下 魔王大人啊的创作背景 因为我看见有很多观众一直问 魔王大人啊到底是续集还是虫子吧 所以我觉得有必要解释一下 这样你们就可以知道 为什么魔王大人啊的故事看起来怪怪的 以及为什么我会讲 魔王大人啊是一部比第一季更加辣的续作 接下来的解释来源是危机百科 以及各大网站的资料 再经过我个人的理解整理出来啊 所以如果你是了解本座的观众 然后察觉到我的内容有误或者遗漏的话 欢迎各位观众们在下方留言就这或者补充哦 首先我自己对动画版的解读是 他是续集继续重制版 我会这样解释的原因是呢 小说版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文库版 一个是新装版 而文库版也被车别WET版 因为当初魔王大人就是从网络小说连载的 并把网络小说的内容收到文库版 那文库版出版到了第三卷 也就是当年第一季的续集预告 以及现在魔王大人啊播放的地上话故事的篇章 勇者篇完结后 原作者突然就决定重制魔王大人的故事 也就是现在的新装版 这所谓的重制 不只是内容上的重制和天下设定而已 就连小说里面的人设也跟着改变 虽然我自己找到一些资料 或者是观众评论 有提起到2019年的魔王大人的故事内容 就是已经提子出版的文库版改变而成的 可是我看了一下文库版和新装版的差别 而追了一下2017年的漫画版后呢 其实动画版第一件内容是有经过一些魔改 或者是把一些细节给删除掉的 内容和新装版没有什么差别 甚至人设的方面呢 还是拿新装版小说的设计啊 之后我又查了一下新装版小说的出版日期 其实也和动画版的播放日期也没有说冲突啦 所以我个人会比较倾向于 当年魔王大人第一集的内容 就是改变成新装版的内容 而魔王大人的故事内容就比较忠实原作 但是魔王大人也不是完全的跟着原作 如果你们有看官方媒体或者危机百科的话 你们发现到啊 他们介绍魔王大人的时候 并不是讲它是改变成原作小说 而是改变成延伸漫画 我现在当初有观众第一眼看见这个介绍的时候 会以为是官方或者是小篇打错字啊 其实并没有 魔王大人啊有很大的成分 就是改变成漫画版 在这里我们就要解释改变漫画版的创作背景啦 改变漫画版有两个版本 一部是魔王大人 另一部是现在的魔王大人啊 魔王大人啊这个名字呢 就是来自于漫画版 而非原作小说 漫画版很特别的第八字 初版漫画连载时间是2017年 也就是文库版还在连载的时间 所以无论是人物的外表设计和背景设定 全部都是源自于文库版 可是就像我前面所说的 后来原作者在文库版出到第三卷的时候 就决定要重置魔王大人啦 这时冒版的作者就很头痛啦 因为这个时候他也不可能直接拿 WET版的后续故事画下去的嘛 同时也不可能从头画过 所以后来漫画版的作者呢 采用了我个人觉得蛮暴力又直接的解决方式 那就是人者片结束后 连载魔王大人啊 直接延续了后续的故事 而一边补充新装版新家的设定在里面 当然人物设计也是采用了新装版 也就是在动画里我们看见的人色 虽然突然改变人色怪怪的 但由于改变漫画版的作者是同一位的关系 对即使人物外表有变化呢 但相同的画风上 我们还是会认得是同一位角色 问题必不大 而魔王大人啊动画版 就是采用了类似漫画一样 即使第二部也是从此版的方式 推进他的故事 这么听起来 如果魔王大人啊动画版 是按照漫画版的思路去改篇的话 好像没有多大的问题吧 妈 不 问题超级多啊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 现在就正式进入正题 由我顾马上吐槽魔王大人啊吧 首先魔王大人啊是一部非常矛盾的续集 我看了这沙巴 新制度团队给我的感觉是 啊 我们知道这个续集有问题 但我们还是一直脱皮干 就像我上一期影片所说的 第一季和第二季 已经相隔五年啦 动画作主换了 人设换了 然后深游大多数也换了 再加魔王大人这部作品 本身呢 知名度也不高啊 所以动画作主面移的问题 不只是把原本有看过 第一季的老伙众拉回来 别接受新的设定和人设 也要接受新的观众群 导致魔王大人啊都要把 实际呈现出来的效果是 不只是一新老伙众两边不到案 各大的动漫评分网站呢 给的分数完全不如第一季 首先魔王大人啊 他用了一两话的篇幅 回顾了之前第一季的故事 可是站在新观众的角度来看呢 这两话根本就起不了 回顾剧情的作用 罚似黑人问号 我相信各位观众们一开始看见 男主角和王母相遇的剧情 并遇见了天使 然后带上了那自己 引起杀戮的诅咒戒指 之后就咻 画面直接转到男主角 泡温泉的场景后 第一反应是 哈 哈 对 完全不懂他到底是在演什么鬼东西 之后来到了第二话 又回想了第一季的内容 并这次接续到了第一季的结尾 可是回顾的剧情太破碎过头了 然后魔王大人本身的背景设定 和一些术语也不少 所以你这样多一点 细一点回想剧情 不只没有起到新的新观众的作用 而新观众更加看不懂 魔王大人到底是在演什么鬼东西 就说你的目的不是为了吸引新观众 而是为了让老伯众回想第一季的剧情 你这种回想剧情手法 能够让老伯众会一起来 我杀你个鬼 而且就像我前面所说的 由于第一季本身就杀了一些剧情 或者是魔改了一些设定 所以老伯众看到这些回想 并不会感到很白面 反而会感到很奇怪 例如为什么角色们的画风变了这么多 为什么男主角攻击敌人的时候 出现系统语言 为什么男主角的行为 有存在着人格区分 为什么天使是男的 然后露娜小时候的亚人朋友 和这位冒险者 好像直接化成另外一个角色的药帽 等等的疑问 那从第三话的剧情开始就比较正常 毕竟从这话开始 就已经正式接到勇者片 但是这两话的回顾剧情 比起是针对老伯众和新观众 我反而更觉得 它是针对有看过原作小说版的伯众 而制作的回顾片 看不到豆瓦把第二季 你之前追什么版本 我看的是豆瓦把第一季 我们看的是原作小说版新专版 你看豆瓦把第一季 观众的看不懂第二季 你只看第一季 根本就没有资格看第二季 对 这就是我当时的心情 个别提你换了新公司后 除了OP好听画面表现力 可以骗观众路科以外 你实际的画面表现力 也不见得比第一季好吧 甚至我觉得 有些地方都不如第一季 那就是我最不能接受的惯人设 首先第二季的制作阵容 无论是导演 片剧等等的工作人员 几乎都已经换成了一批人 就连声優也是换掉一大批 对于魔王大人这部动画来说呢 换声優这些事情 从某种方面来说是蛮伤的 因为当年魔王大人的内容 即使被抨击也好 观众还是非常认同 这部作品的角色外形和声優的 我自己就特别喜欢 男主角和露娜的人设和声優 所以当你把这个 为数不多 但特别突出的优点给拿掉的话 这部动画本身和观众的观看欲望 你对于受到很大的影响 所以大多数有看过第一季的观众 是不能接受第二季换掉声優的 后来原作者有针对换声優这些事情 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保留 全部第一季的声優们 但从反弹的内容来看呢 再加上他们还是有保留 为男主角配音的 静田剑持来 以及一些过去有为 第一季配音的声優 我还是可以感受到 他们在声優这一块 是有用心去处理的 他们也已经尽力了 所以OK 声優我可以接受 可是人设这一块呢 我就完全无法接受了 虽然我知道画风 是很看个人胃口的东西 我已经尝试说服自己 画风没有错 错的人是我 我没有眼光 但是对不起哦 我还是要讲 第二季的人设 真的是不如第一季啊 你们看看2019年 男主角的人设 默默的帅气 又有一股黑道大哥的 冷酷大叔 结果第二季 直接变成发福的大叔 还有露娜 哇靠勒 你有一点整容就算了 你好歹也要把代宝给还来吧 还有这位圣女二姐 Oh my god 小姐你哪位啊 请问你是不是某位 一直戴死我 的公主的远亲啊 这根本就是不同人了 好吗 OK 如果说你当年 第一季的人设 是拿文库榜的话 那你现在的人设 这样搞的 我还可以理解 但是不对啊 第一季就是新装版的人设啊 为什么突然来到第二季 就变成另一个样子了啊 这完全没有乐道理好吗 当然这次你也可以这样说 因为是另外一个人物设计师的关系 所以角色样子会改变 是无可避免的啦 大歹龙啊 你这不是画风改变的问题啊 可是不如第一季啊 你跟我解释这么多 你说的这些谁懂啊 除了伟娘 我觉得帽子有变得比较美以外呢 其他第一季登场的旧角色画风 真的是完全不行 你把人设这块给改变了 而且不比第一季好 你觉得还有看魔王大乐阿的理由存在吗 有啦 为了伟娘我还是可以忍耐啦 但我前面讲的那些问题 法复就是要逼有看过第一季的老观众 去接受第二季的改变 所以我前面才说 魔王大乐阿是一部非常矛盾的续集 你要吸引新观众 但是回顾剧集就好像大变一样 你要让老观众回国 但你的人设又比第一季不好看 然后还要逼我们在两半的篇幅里面 去吸收你们这些杀掉和更改的设定 以及完全不同风格的剧情表现手法 整个制作品质也不比第一季的制作品质好多少 罚退部啦 我就想请问一下 魔王大乐阿 你到底是要吸引谁 真的还有出续集的必要吗 老实讲 我离夜里制作一部完全重置版 把地季当成黑历史 然后把它当成没有存在过 虽然到时一定会有观众说 不如就把这话封好 但好过你现在的续集 不止吸引不到新观众 就连老观众都不买赞啊 唉 我想起来啊 我觉得魔王大乐这么多话蛮悲哀的 当年魔王大乐第一季播放的时候 还有一部贫乏之夜 照着世界最强的第一季陪伴着他 然后一起被观众嫌弃 现在如今当年同一季播放的份作 贫乏之夜从乌鸦变成凤凰 在第二季突然进步 直接变成一部可以看的佳作 来到第三季更是进步许多啊 我现在看见贫乏之夜改变这么多啊 一季比一季好 我都感到要流泪啦 而魔王大乐就在第二季来一个大翻车 养者后来的命运这是差别好大 除非你喜欢伟娘啦 要不然魔王大乐啊 我个人是不推荐看的 先暂时把美好的伟毅 提留在2019年的魔王大人吧 就这样 收工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啊 大家对本期节目有什么看法 以及你们有什么动画和新发想要介绍给我看 或者喜欢我拍影片聊聊的话 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区分享你们看法哦 最后如果你们喜欢本期节目的话 欢迎大家按个赞给我的频道 打开小讯带支持我哦 那我们下期影片再见吧 拜拜